他是五湖十六国三大暴君之三 他的遗迹尚在人间 他的名声千古流臭 这就是赫连伯伯 暴君多半还都是有点本事的 赫连伯伯就是个典型 咱们今天先说他的本事 赫连伯伯是个乌尔 全家都被托巴龟杀光了 多亏碰上两个恩人 一个是他老丈人 一个是后秦皇帝姚星 他俩对赫连伯伯提拔上师 赫连伯伯呢 先杀了老丈人又反了姚星 从这就能看出来 赫连伯伯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 他爱的是自己 恨的是除他以外的所有人 这就是畏畏而不怀德 别人对他的恩德 那不叫恩那是应该的 只要你是个软柿子 牛脸就能背刺你 反过来啊 北魏的托巴龟 跟赫连伯伯是有杀全家之仇的 赫连伯伯终其一生 都不敢招惹北魏 人家强啊 从政治的角度讲呢 可以说这是审视多事 明智 从人性的角度讲呢 赫连伯伯没有人性 没人性的事一会再说啊 赫连伯伯能壮大能开国 肯定不是因为没人性 他还是有固人之处的 他刚起兵啊 用游击战术 跟后勤打了几年 队伯越打越大 在陕北占为脚跟 建立政权 五号大下 史称无下 这些事之前在讲后勤的时候已经说过了 赫连伯伯最大的长处就是军事水平 一开始他的实力还比较弱 就想跟南梁联盟 向南梁国主突发怒谈求亲 想娶他女儿 人家不干 赫连伯伯怒了 率领两万骑兵攻入南梁 一路三百里 杀死守军上万 劫掠人口两万七千 牛羊数十万匹 正往回走呢 人家突发怒谈 亲率大军追上来了 论兵力赫连伯伯是劣势 他先是改造战场 挑了一处山谷狭载出 狭路相往勇者胜嘛 对方兵力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了 干股一般都是有核的嘛 这会是冬天都冻上了 赫连伯伯把兵面凿开 把车埋进去再动起来 这一下地形就更窄更乱了 那边南梁来了 两军对战 突发怒谈 安排好神剑手 狙击赫连伯伯 一箭射中胳膊 赫连伯伯根本不在乎 率领部队猛冲猛打 把南梁军打得大败 追杀八十多里 斩敌数万 赫连伯伯把敌军尸骨雷起来 亲民哭楼台 之后南梁都没敢对赫连伯伯 实施报复行动 赫连伯伯的主要对手 还是后勤嘛 他先是打败了后勤张福生 斩服五千七百人 后勤皇帝姚兴 派大将齐难 率两万精锐骑兵 套伐赫连伯伯 赫连伯伯 先是碧其锋芒 失落后退 后勤齐难 本来就没把赫连伯伯当回事 这下更飘了 放纵士兵四处劫掠 赫连伯伯抓住机会 一个偷袭 大获全胜 斩服七剑 后勤败军一路逃跑 赫连伯伯紧追不舍 在牧场再一次战胜其难 斩服一万三 一万三加七千 后勤两万精兵一个不胜 此后 后勤皇帝姚兴欲驾亲征 又被赫连伯伯打败 赫连伯伯在战略上 已经掌握主动了 赫连伯伯取得的最大一场胜利 是公元411年 打败了后勤尚书杨佛松 这一仗后勤光投降的士兵 就有四万五千人 其实赫连伯伯的陕北 土地贫瘠 人口稀少 他能快速壮大 还是靠姚兴这个后勤大队长 几年之后 赫连伯伯派兵攻克定阳 破城之后 坑杀俘虏四千人 又攻克了兴城 坑杀两万人 攻克上轨 坑杀五千人 进攻英秘又杀一万多人 后勤皇帝姚兴死后 姚洪即位 政局混乱 东晋刘裕又来被罚关中 赫连伯伯也成功预判了形势 刘裕肯定能灭掉后勤 但是他没法待在关中 等他一走 我取关中 就像弯腰石草一样 简单轻松 所以在刘裕北伐后勤的时候 赫连伯伯没有轻举妄动 还跟刘裕通信交好 刘裕一走 赫连伯伯就派兵进攻关中 真就轻松拿下 公元417年 赫连伯伯来到长安 在坝上称帝 这是他一生的顶点 胡夏的大臣建议 把都城从陕北的统万城 迁到长安 赫连伯伯不同意 他说我们最大的威胁是北魏 如果把都城迁到长安 那么北魏很可能会攻击统万城 反过来 只要我坐镇统万城 北魏不但攻不下统万城 也不敢派兵西渡黄河 进攻关中 因为我可以从统万城出击 进攻北魏 这个统万城 很多人应该听过 在今天陕西渔岭 就是赫连伯伯修筑的 统万 一统万邦之一 修这个统万城 要了成千上万的命 那个时代没有石头城墙 都是夯土的 那怎么保证坚固呢 就用人命堆啊 每筑好一段城墙 就用锥子扎 只要能扎进去一寸 就算不合格 推倒重建 参与铸造这段城墙的民符 统统杀死 还要把尸体埋在城墙里 那这座统万城 造的是极其坚固 周长4700米 高16米 城墙底部宽30步 顶部宽10步 修建过程死了多少人呢 史书上没写 保守估计至少上万 统万城是公元413年建好的 后来在历史上 也很有存在感 直到公元994年 北宋时期 北宋要把这座城拆掉 因为统万城这个位置 对中原王朝意义不大 但是游牧民族要是占了 威胁很大 当年拆着统万城啊 费老鼻子劲了 太结实了 最后都没彻底拆光 留下几道墙 现在还是个景点 据说在墙体 还能看到人骨 如果说修筑这个统万城 你是个民夫 只要用尽全力好好住城 就不会死 那赫连伯伯造兵器 就一定会有人死 铠甲弓箭造出来了 就用弓箭射铠甲 箭射穿了铠甲 射穿了造铠甲的工匠死 射不穿造弓箭的工匠死 也不光是兵器 赫连伯伯还命人制造了 大量金银器皿 都十分精美 富力堂皇 那这是怎么个死法 就不知道了 反正做不好肯定死 史书记载 因为兵器和器具 被杀的工匠就有数千人 要知道啊 这个时候赫连伯伯 还没占据关中呢 他的湖下 只有陕北这么大一块 能有多少人力物力 他就敢这么折腾 你要说处城造兵器 好歹还被涂点啥 那赫连伯伯这个人的残暴 就完全是出于本性了 赫连伯伯天性好伤 大臣敢抬头指示他 挖掉眼睛 有敢笑的把嘴豁了 有人敢提意见 哪怕是建议 必杀 实在没查杀呢 赫连伯伯就在城墙上溜达 戴着弓箭 看见城下什么人不顺眼 或者顺眼 一箭射去 那这是什么心态呢 其实就是掌控感 人性本能 小时候玩过玩具枪的 应该都还记得 手里拿着枪 就愿意对人避避避 在私家阳台上 看见外面有个人 就瞄着病 赫连伯伯是把他实现了 那赫连伯伯这种人 你说他反社会型人格也好 NPD也好 他就是追求一个极致的 原始的掌控 就像群体动物 狮子王猴王 欺负别动 是不需要理由的 就是为了显示我的掌控力 满足我的掌控感 讽刺的呢 在历史上 但凡出现这种暴君 受他残暴统治 迫害的臣民 多半还真就不敢反抗 甚至连反抗的心思都没有 这也是动物本能 暴君的恐怖统治 就是有极强的威慑力 特别是暴君的伤害 所谓的惩罚 他随心所欲看心情 根本不是因为你做错做对 越是这种情况 越有威慑力 因为他不是源于法律 规则逻辑 完全出自暴君本人 这样纯粹原始的暴力掌控 会让被掌控者 也陷入本能状态 也是跟群体动物一样 明明几个猴一起上 干掉猴王有何难呢 但是别说这么干 连想都不会想 所以赫连伯伯 也跟历史上大多数暴君一样 自然死亡 公元425年 赫连伯伯死了 45岁 太子赫连昌即位 那赫连伯伯用人命人心换来的统万城 以及精良的武器装备 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能让胡夏这个政权存在多久呢 下期就看托巴涛 讨灭胡夏